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来到 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 相信主人公起儿 那个乐观美好的形象 就会随之出现在观众们的脑海中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古典舞剧目《北风吹》 作品由著名编导范东凯编创 著名舞蹈家山冲卢刚首演 这是范东凯老师 给我跟我的舞伴卢刚 我们编了这么一个 也是当时为了参加桃李杯 然后也觉得我们两个 很适合这两个人物 就是喜儿和大春 然后对白毛女 其实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有芭蕾舞剧白毛女 有歌剧白毛女 都会比如说都知道 其实对这个人物 也是很向往的 我第一次跳《北风吹》的时候 是我在北京舞蹈学院 就读附中六年级毕业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来跳这个作品 然后并且在毕业汇报的 网会当中演出这个作品 小的时候在跳这个作品 从情感上是非常的投入 因为我们在附中的时候 老师们他会把这样的经典剧目 就是一代一代北舞人 都会去跳 都会去诠释着这样的剧目 特别细心地交给我们 然后并且把这中间 每一段是什么样的情绪 和怎样的一个想法 来告诉我们 我想看过白毛女的 知道白毛女故事的 都知道《北风吹》 说的是喜儿和大春 那么我们这个双刃舞 就是主要是截取 就是喜儿跟大春 他们在最美好的时候 然后实际上是在大春 去当兵之前 那么他们一段美好的情感 我觉得像喜儿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是表达了若干的平凡人当中 然后被种入革命的这种火种 然后同时他对于 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呈现 因为这个作品其实五分钟左右 时长不是很长 但是他基本上表现了两个过程 一个是他与大春的 这个甜蜜的爱情时光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他和大春一起 就是向往着这个 未来的这个美好生活 然后以及对于 革命胜利的这样的一种憧憬 我觉得在《北风吹》 这个剧目里边 其实它表现了 你刚刚说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好 包括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好 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表演的时候 实际上要把喜儿对那种革命胜利以后 或者说对现在这个旧社会的一种 除了控诉 他可能更多的是对新的社会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 作为演员来说 他可能他的那种情绪上 他的表现形式上 包括他所有的动作 他是从古典舞里面画出来的一个 有点是钢代舞那样一种表现形式 我认为可能这种表现形式 更适合于表现红色经典题材的剧目 那除了肢体语言的这个塑造之外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一种内心的 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渴求 我觉得这个作品当中 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能感受到这个作品带给我的那种炙热 建党90周年的时候 我和王子涵又再一次复牌跳了这个作品 我觉得那个时刻 我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作品本身带给我们的 更深刻的一种生命的意义 此后 北风吹由一代代北武人演绎着 这是一种艺术的传承 更是一种对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传承和表达 北武人用自己的方式 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 首先作为一个舞蹈学院毕业的学子 我觉得我很有幸能够在舞蹈学院学习 在这个百年之际 咱们舞蹈学院的宗旨是爱国爱笑爱舞蹈 那么我觉得这三个爱其实包含了特别高度的统一 和我们就是说精神上和思想上 包括我们专业上的一种高度 我们也很有幸在建党百年 我还在舞台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样的时机下 我们舞蹈人更应该发风图强也好 好好努力也好 其实为国家 为我们学校 其实为整个社会能够多尽一点自己的责任 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 可以更多的带来好多的作品 为人民起舞 可以让更多的人们去透过我们的作品 去感受到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然后对于祖国的一种歌颂 对于艺术思想的一种表达 对于艺术思想的一种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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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